出来的话 那我刚好分析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如果要做那个查询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那个什么 我们是用一个名称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定义这个名称 所以这边的名称是性别 所以性别这个地方加上去 然后我按照前一个工作表 一样的位置 一样是B2 这个也是B2 去查一下那个性别的那个范围 帮我把第二栏的资料取回来 0的话是不要找接近的 反正就要找一模一样的 打勾之后像要填满 那性别也查完了 可是如果他查年龄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其实有一个有机可循 就是说刚好他的栏位名称 有没有 跟他的这个名称 有没有 会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今天 我想要利用他的栏位名称 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那个范围的话 哪个名称 你小朋友是那名称 有没有办法直接变成 就直接指向他就好了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要上那个名称是性别 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 你直接把这个性别 这边的范围指向B1的时候 他得到的呢 就是性别这两个字 而不会是指向那个名称 有没有 那如果假设 我要把这个 就你如果假设像这样 性别直接指B2打勾的话 他一定会出现 哪者Vailable 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呢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一个table 如果你今天 你假设要是一个table 你要是一个这个什么 你要取的是那个资料 而不是B1储存格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特别注意 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你直接怎么样 直接给他按F3 找到这个性别 可是呢 如果假设你想要 向右拉直接全部填满的话 交给一个方法 就是以后 如果你希望把上面这个的名称 这两个字有没有 能够变成一个table array 就是变成一个表格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前面讲过 有个叫InDirect函数 这InDirect函数的话 他就可以帮我们把什么呢 上面的栏位名称 把它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我那个定义的名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假设我要快速的完成这件事的话 第一个 请各位等一下 可能要先做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这个清单里面有没有 定义好每一个 这个可能要每一个都要自己定义 怎么定义一样 把这个名称C 比如教育程度 C 然后选底下这个范围 把这个名称贴到这边来 按个Enter 那后面可能很多了 所以可能10月也要做 月收入也要做 记得不要选错 选这个C Ctrl C然后选底下这个范围 把这个名称贴到这边来 然后按Enter 记得不要做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 选范围选错 将来再取得资料就发生错误了 那所以第一个step 就是要把这边全部都定义好名称 所以我刚刚已经有定义好了 这么多个了 所以给大家花一点时间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在公式里面 名称管理员里面 这个就是我刚刚定义好了 所以总共应该 好像我记得16个还是几个 然后呢 第一个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最好是你 你如果可以的话 检查一下这个情材性别 你看一下他这个范围 对不对 然后教育程度点一下 教育程度这个范围 没错 记得不要选错 如果选错的话呢 你就再把它重选一下 然后再按打个打个勾 记得好像之前常常发生错误就是 这个范围 应该是选这边 丢他选到这边来 他可能Ctrl C 然后他没有选下面 直接游标放那边 所以变成这样子 如果这样的话 将来你一查就发生错误 所以第一个步骤 就是先需要怎么样 把这些所有的名称 把它取消 先把它建立好对于的名称 那第二步的话呢 一样用刚刚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 我先取消一下 先把这边 底下这边先不要查 先 好 先把它delete掉 然后一样用刚刚的方式 有没有用view函数 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table array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利用它上面栏位名称 它本来是两个字 可是如果我要把它转成 那个定义名称的范围的话 那我必须要借助一个函数 叫indirect 所以在这个B1的前面打上 这可能自己打一下 或者是说如果你可以插入函数 我习惯是自己打 indirect 前括弧一下 后括弧一下 那这个动作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把B1这个名称 它本来是两个字 经过indirect之后的话 就会帮你把它转换成 那个定义好的名称 把那个定义好的名称 抓过来到这边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设你将来有定义名称 你希望把那个范围的字要抓过来 那你可以借由indirect这个函数 indirect函数其实还蛮好用的 它抓过来的话呢 那就会是那个名称 OK好 那接下来当然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是希望向右向下一次完成的话 那会遇到一个问题 向右应该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一样向右拉的之后 它会变成B会变成C 那就刚好抓到年龄 有没有 然后再拉过来就变教育程度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因为你的名称都是在 第一列上面 所以你向下拉 它会变成一变二嘛 二变三 所以 那位置不能变动嘛 所以记得哦 你请 请各位一定要在这个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好 好 这样子 基本上 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 像我们刚刚本来要做十几次的 其实你现在只要把这个公式做完 你向右 向下 一次就完工 你出了什么神 这么神奇 这个比写程式还要更快 但是就是一个公式而已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怎么样 第一个你要学会定义名称 所以第一名称等下自己定义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利用把它的栏位名称 转换成范围 那必须藉由这个叫英德瑞的函数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关键的地方会的话 它其实就简单的 那我把它打 记得哦 这个B1的前面1一定要锁起来 这个没锁会出现错误 OK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这个应该没有错误 如果你这个错 你把它检查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底下这个不要填满 我把它向右拉一下 你会发现向右拉 基本上应该都会全部查完 有没有全部查完哦 而且更厉害的地方是 如果你向下填满全部都OK 向下填满你不用傻傻的向下拉 我是教对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你快点两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全部帮我把资料全查完 当然栏宽不足 如果栏宽要把它变成最次栏宽的话 一样 你就把这个全选一下 有点像colons autofit 其实道理一样 你把这个 任何一条线点两下 它就自动帮你拉宽 不过这个资料可能太多了 有没有 拉宽 全部都OK了 好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快速把本来是代号的资料快速查出来的话 第一个step 请你先把清单这边全部每一个每一个都建立好它的那个名称 所以这个Ctrl C 选这边 在这边Ctrl V 每一个每一个可能要做 做完之后的话呢 站到这边 输入这个公式 这公式跟刚刚最大不一样就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 假设你会用Indelet 然后利用它上方的那个名称 B1 就栏位名称的话 那记得1的前面加一个前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就按确定之后 把它向右 拉到底了 那再向下的话不用拉到底 直接快点两下 就全部查完了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将来 你们希望快速查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资料库概念蛮像的 那这里的话会需要配合所谓的定义名称 加上Indelet函数 再配合Vilo函数 这样就很完美了 OK 只是说 这个可能要有个概念 就是第一个定义名称你可能一定要会用 第二个的话 Indelet Indelet主要是什么 把上面两个字 本来是文字 转换成定义名称的那个范围 这样的TableRate才能接受 你不能直接给两个字 TableRate不能 因为两个字 不等于那个范围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